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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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上大学 他报了心仪已久的园艺技术专业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注定了他和农业的巧妙缘分 轻松美好的大学生活过得很快 2011年陈晓思大学毕业了 和很多去大公司或者选择光鲜亮丽工作的同学不同 大学毕业后的陈晓思选择了北京一家刚起步的小型农业公司 从一线技术源做起 扎到田间地头 与草莓种植亲密接触 在实践磨练中 他不仅掌握了草莓种植技术 还熟悉了管理销售等工作 2014年7月 胸有成竹的陈晓思回到石家庄老家 准备开始草莓创业 经过考察 性格坚定的陈晓思 承包了两个大棚 开始进行草莓种植 大棚几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施肥 摘业 梳花梳果 学到的草莓种植知识 在自己创业的过程中 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十月底 满棚草莓花开 蜜蜂入住大棚 为草莓授粉 十一月底 开始陆续建红果 元旦开始进入丰收旺境 满棚草莓鲜红浓香 草莓种植喜获丰收 陈晓思挖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 就在此时 这个不安于现状的小姑娘有了新的想法 我在种草莓的过程中就发现我这个草莓地啊 好多这个边边的角都利用不上 这一些地都空着 太浪费地了 就想把这些地尽可能地利用上 由于自己本身学习的就是园艺技术专业 创业也是和本专业的知识相关 闲家无事的时候 陈晓思总是喜欢翻翻自己以前学过的课本 温固知心才能更好的前景 和往常一样 陈晓思又一次打开了自己的课本 一种上学时候学到过的植物 引起了她的注意 我上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门选修课里边有介绍过多肉 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多肉 我觉得这是一个商机 多肉植物是最近几年新兴起来的一类热门植物 在园艺上又被称为多姜植物或多肉花卉 这种植物的精或根具有发达的薄壁组织用以筑藏水分 在外形上显得肥厚多汁 因此又被人们叫做多肉或肉肉植物 发现这个多肉和草莓的这个病虫害是不冲突的 就是它们可以相互套种 或者是这个轮座等等都可以 多肉植物个体小 和草莓一起种植 不会遮挡草莓的光线 而且和草莓的共生病害少 种植多肉 经营多肉 这会是一个天赐的商机吗 新的创业种子开始在陈晓思的脑海萌芽 到花市进行考察时 人们对多肉的热情超出了陈晓思的想象 可是当真的面对琳琅满目各种姿态以及各种名字的多肉时 他才发现其实自己对多肉并不了解 多肉植物也并非像人们说的那样简单 多肉植物的种类非常多 它包括了仙人掌科 番信科的全部种类和其他五十余科的部分种类 总数甚至超过万种 这么多的多肉品种 陈晓思又该选择什么样的品种进行种植呢 在花市 经营多肉的商家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商家的摊位上 多数是一些比较便宜 数量多 价钱也不是很贵的普通品种 例如红枝玉 紫珍珠等品种 一盆也就十来块钱 这种多肉对温度和环境的适应能力强 容易管理 一种是经营少见名贵品种的商家 在这样的摊位上 一盆多肉要卖到百元甚至千元以上 种植这种多肉效益更多 但是风险更大一些 跑了三五次花市之后 陈晓思的心里有了定夺 陈晓思选择的多肉品种 大多是一些容易管理 市面上销售量大的品种 这样选择 对于刚开始种植多肉的它来说 风险会相对应的小一些 把多肉买回来以后 除了一部分种在草莓大棚的边边角角 更多的品种被它种植在单独腾出来的一整个大棚里 多肉是一种少见的懒人花 并不需要过多的管护 只要给它们足够的阳光和温度 它们在一般情况下都能生长得很好 大棚里光照充足 温度在15至28摄氏度之间 每隔一周左右 陈晓思会对它们进行一次喷水 就在大棚里的多肉茁壮成长的时候 陈晓思也没闲着 和很多人先种在销不同 从他买下第一盆多肉的时候 他就想到了自己的多肉销售问题 一定不能等着花都养好了再考虑卖到哪里去 结合自己年轻对网络的熟悉 他把自己的销售定位在网络批发上 于是他建了自己的网店 大棚里的多肉正在成长 按理说陈晓思没货 有客户下单 他就到别的多肉卖家手里拿货 满足自己的网上订单 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 石家庄花市上很多卖多肉的摊主 都认识了这个嘴甜勤奋的小姑娘 自己网上店铺积累的客户也越来越多 就在陈晓思认为这些多肉给自己带来财富的时候 大棚里的多肉却出了问题 我现在就是检查我这个多肉的时候 就发现有一些品种 比如说这个铜锣烧 它长着长着就完全枯萎了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库泊水泡 下层叶片莫名其妙的就一点一点的腐烂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大棚里的一些多肉品种出现腐烂 甚至死亡的现象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刚开始陈晓思考虑到 可能是大棚里的温度出了问题 可是这个想法一出来 马上又被他自己推翻 如果是温度的话 也不能单单是几种多肉出问题啊 通过观察 大部分多肉的状态都比较好 那是不是这几种多肉的机制出了问题呢 于是陈晓思组织工人 对剩下的多肉进行抢救 把原来的机制都换掉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 剩下的多肉不但没有好转 而且有越死越多的趋势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这段时间陈晓思天天住在大棚里 几乎翻遍了自己手上 所有关于多肉的资料 可是关于多肉出现死亡的原因 却并没有找到 陈晓思想到自己的母校 能不能把大学时候的老师 请过来帮忙看一看 这些多肉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一片是这个水泡花的钱不少 然后但是呢 一到夏天死的 你看这一块 这都死的渣渣都不剩了 你像这个都腐烂成这样了 经过仔细观察 如老师找到 这些多肉出现问题的关键 多肉植物呢 它大多数呢 都是生长在呢 这个热带沙漠地区 或者亚热带沙漠地区 或者是一个感旱地区的 那么这个地区呢 它有这么一个特点 有明显的旱季和雨季之分 然后为了适应这个特点呢 在旱季的时候呢 它就呢 进入到休眠时期 在雨季的时候呢 就进入到了生长时期 为适应环境 几乎每一种多肉 一年都有一度明显的休眠期 虽然它们都在旱季休眠 但对于每一具体的 鼠和种来说 旱季的具体时间是不同的 应该如何进行辨别呢 这个休眠的划分呢 是按它的生长时期划分的 一类呢 就是在冬季呢 生长的 我们把它叫东兴种 另外一类呢 是在夏季生长的 我们把它叫夏兴种 像熊童子这样呢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东兴种 也就是在冬季生长 夏季休眠 像玉碟的这个品种呢 它就是一个夏兴种 也就是在夏季生长的冬季休眠 如果栽种的品种越多 尤其遇到不熟悉的品种 不能针对这种植物的休眠期进行管理 在它休眠的时候 大水大肥 那么这个多肉品种 很可能就会因为 吸收不了这些水分和营养 导致枯萎 甚至死亡 对于这个下行种 那么在冬季的时候呢 正好是出于呢 休眠期 在这个时期呢 就不能呢 你这个大水大肥 经过老师的指导 陈小思把自己大棚里的多肉 分了区域 像玉碌 熊童子这类东行种 栽培在一起 这类多肉 冬天旺盛生长 这个时候 水肥管理要跟上 夏季高温的时候 要注意加盖遮阳网 同时暂停水肥管理 像玉碟蓝豆这类下行种 初夏和初秋会旺盛生长 这个季节 要注意加强水肥管理 温度低于20摄氏度时 这类多肉会进入休眠期 这个时候要暂停水肥管理 可是大棚里还有一些品种 出现问题 却不是因为休眠 那上面就有很多积水 对 基本上干不了 多肉植物呢 它和其他的植物相比呢 对水的吸取量呢 要少一些 由于多肉植物的原产地 大部分生长在干旱 活一年中 有一段时间干旱的区域 每年有很长的时间 根部吸收不到水分 仅靠体内 筑藏的水分维持生命 因此 多肉植物在蓄水量上 并不是很大 给多肉使用喷管 浇水后 水珠在叶片囤积 如果是正常天气的话 还好 正常天气 通风口打开 空气流通 水珠会跌落 如果连续降雨的话 开棚时间短 水珠囤积叶面时间过长 会造成蜘蛛生病 面对这种问题 该怎么解决呢 它这个呢 你看是用的喷罐 我建议它呢 还是用滴罐 滴罐的话呢 它呢 肯定是不会在叶片上的 有水分 这样呢 就可以防止呢 一些病害的发生 尤其是防止呢 一些呢 这个软腹病的发生 听从老师的建议 陈小思把棚里的喷罐设备 改为滴罐 这些滴罐袋 会把水直接滴在 蜘蛛根部附近的土面上 浇水量小 不会造成水珠囤积 多肉生病的问题是解决了 那怎么把这些萌萌的小东西 卖出去呢 陈小思也有着 与众不同的经营诀窍 不要走开 农广天地 稍后回来 解决了多肉生长过程中 遭遇的技术难题 陈小思的多肉种植 变得越来越顺利 在大棚里 单独开辟出一片区域 作为展示区 做起了一个临时花店 每到周六日 大棚会比平时热闹很多 很多顾客会从这里 挑选到自己喜爱的 多肉植物 陈小思给自己的多肉基地 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洛西农庄 伴随基地的名气越来越大 他卖出的货物也越来越多 除了少部分供给实体花店 更多的货物通过网络批发的方式 销往全国各地 多肉种植给陈小思 带来更多财富 之前进货回来的多肉 几乎销售一空 出去成本 利润达到一倍以上 就在这时候 他发现多肉生长时 有一个奇妙的现象 无意当中发现 这个植株会落下一些叶子 就像这样的 过一段时间 自然而然就长成这样了 然后它会生根发芽 长成一个新的植株 利用自身肥厚的叶片 进行繁殖 是多肉植物 众多繁殖手段中的一个 人们一般把它简单称为叶叉 掉落在土面上的叶片 会慢慢长出根气 发出小芽 伴随着叶片的枯萎 小芽会慢慢长大 变成一颗植株 从而达到一颗变多颗的繁殖目的 刚开始看到掉落的叶片 慢慢变成一小株植物 陈小芝是又惊又喜 但是却不知道有哪些技巧 叶片繁殖成功的几率也比较低 伴随着对多种植物的熟悉 他慢慢找到一些叶叉的技巧 第一要选择这个植株 比较健康的植株 就是整体比较大 比较好 然后掰的时候 咱们需要掰到它的生长点 把这个叶片左右晃一下 然后这样掰下来 这样这个是它的生长点 属于掰下来的 如果说咱们一不小心掰坏了 掰成这样了 那这个就不能用了 或者是掰下来 然后这个中间有这么样 一小条裂缝 这个叶子也就不能用了 虽然叫做叶叉 但是操作的时候 并不需要把叶片插入途中 只需要把健康完整的叶片 像这样平铺在机制的表面 叶叉时采取的机制 可以用草木灰和制石 按照一比三的比例混合 这种机制利于叶片生根 摆好之后不能浇水 根据品种不一样 叶叉出根出芽的时间和成功率 也都会不一样 眼前这个叫做红宝石的品种 如果采用叶叉的方法进行繁殖 大概20至30天左右 会发现叶片基部长出细细的根 慢慢地生长出嫩芽 在种植的过程中要注意观察 如果发现叶片放到机制上 两个月都没有出根出芽 或者叶片透明化 基本就宣布这个叶片失败了 当叶片出现根虚后 可以将根部轻轻埋入土中 直到嫩芽出现 再生长一周左右 就可以移入穴盘中 和其他成苗一样正常护理了 在种植的过程中 陈小思发现 有一些多肉品种 并不适合采用叶叉的方法进行繁殖 有些品种它不适合叶叉 所以说你只能给它砍头繁殖 多肉植物的砍头繁殖 主要应用于一些叶片比较薄 叶叉比较难于成活的多肉品种 你就比如说这个玉碟 你叉一千颗叶子 也不过成活个三五颗 成活率特别低 所以说咱们这个玉碟的 主要的繁殖方式就是砍头繁殖 可是这给多肉砍头 到底应该怎么砍呢 砍的话咱们也是选比较健康 比较大的制度 你像这样的这样的 你像这种的就太小了 就不适合砍 砍的时候咱们要在下边 留上两到三层的叶子 然后再开砍 下茧子一定要转 要齐一剪刀下去 整个都下来 不要在那好几茧子 然后剪不下来 这样的话它的伤口就特别大 特别不容易愈合 你就像这样留个两三层叶子 然后一剪刀下去 就出来就行 砍头其实就是 农作物生产里面的摘顶芽 经过砍头的植株 当伤口愈合以后 会从下层叶片 生长出很多侧芽 这些侧芽 会生长成为新的植株 当长到一定大小时 陈小思会把它们砍下来 这样一来 一颗多肉就变成了几颗 达到了繁殖的目的 而对于砍下来的头 该进行怎样的处理呢 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让这个伤口愈合一下 将来种上去不会死 因为好多如果说这个伤口不愈合的话 你直接插进去 就像现在这个 直接插上去 病毒很快就感染它了 细菌什么的 很容易就死了 主要是为了让它提高成活率 砍头下来的多肉 伤口不要碰到任何东西 只需要自然量善 等待伤口愈合之后 再把它们栽植到土壤里 对于陈小思来说 掌握了多肉的繁殖方法 对它增加收入 起着很大的作用 咱们就以这个玉碟为例 玉碟如果从外边进货的话 一颗最少需要两块钱 如果说我自己繁殖的话 加上这个用工 土 肥 时间 等等这一系列的成本都算进去 我可以控制成本 控制在一块钱以内 这样的话 我这一个盆 随随便便一繁殖 都是十几万盆 整体算下来 我相当于 节省到十几万块钱 和这个进货币 大盆里自己繁殖的 多肉数量增加 陈小思的经济收入 也越来越多 本来应该高兴的她 最近 却有些不太开心 大部分多肉植物 都拥有一种 比较特殊的技能 变色 多肉植物的色彩 可根据四季的转变而改变 特别是春秋季 色彩变化非常大 平日绿色掉的多肉 可能几天之内 整猪变为火红色 还有一些 会变为粉色黄色等 这使它们拥有一种 无法抗拒的魅力 价钱也变得更高 我在种植的过程中发现 我这个多肉 这个上色不太好 状态不是特别入人意 要想知道自己的多肉 为什么颜色不好 那就要找到 多肉变色的原因 一到秋季 日照强度会增强 紫外线强度 也会一同增长到 全年最高峰 多肉的颜色 也变得艳丽 也就是说 多肉的颜色变化 和光照强度 有很大关系 既然是这样的话 人为的给多肉 补充一些光照 是不是就能够增加 它们的着色呢 陈小思上网查询发现 有一种专门用来 给多肉增色的补光灯 自然光照不足的情况下 使用这种补光灯 人为补充光照 能够大大增加 多肉的艳丽色彩 随着对补光灯的了解 越来越多 陈小思却泄了气 虽然网上有很多 卖补光灯的商家 但是这种方法却并不适合自己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是普通多肉爱好者 在阳台进行小规模的多肉种植 安装上一到两个灯 让多肉经常受到红色 或紫色光源的照射 很快 多肉就会生长出 令人喜爱的鲜艳色彩 可是 陈小思在大棚种植多肉 这么大的面积 先不说安装起来 麻烦不麻烦 光是这些灯 就要花取陈小思不少的费用 采用灯光给多肉增加颜色 这个方法对于陈小思来说 肯定是行不通的 于是 陈小思再次请求外援 多肉植物呢 这种颜色呢 它主要是和它的纹度 和光照是有关系的 光照越强 尤其是紫外线呢 越强的情况下 这个颜色就越艳丽 另外一点呢 就是纹度 纹度呢 一般的就是昼夜温差越大 它的颜色呢 就越艳丽 原来增加多肉颜色的方法 还有很多 除了增加光照 还可以通过调节 种植过程中 大棚里的昼夜温差 让白天的温度更高 晚上的温度更低 加大昼夜温差 就可以有效改善 多肉的颜色 除了生长环境里的 昼夜温差 能够影响多肉的颜色变化 还有一个因素 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多肉的颜色变化 我们也可以从机制上面呢 来调控它的颜色 可以采用的一些通通性呢 比较强的这个机制 比如说这个沙子啊 或者是芦荟渣 通通性非常强 这样呢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 增加了它的这个颜色 通过调整 种植多肉的机制 增加沙子 制食 等透水性强的材料 机制的通透信号 也会助于多肉的上色 按照老师说的方法 陈小思对多肉的 昼夜温差和机制 进行了调整 大概过了半个月 左右的时间 自己的多肉 果然长出了 艳丽的色彩 多肉植物是绿植里的 一个很小的分类 但是它商业开发的速度 却出人意料 尤其是在一线城市的 发展速度 让人不敢小觑 扑面而来的 盟物经济正在壮大 怎样用带有温度 和情感的方式 来做生意 考验的是创业者的眼光 和对市场机会的 敏锐捕捉 创业的路万千条 成功的感受 也各不相同 只有准确把握 新的消费需求 创新求变 高效服务的人 才能真正的成为 搏击市场的强者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农港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港天地的 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